什么样一打全身的话可能也太低了 好那么不管那么多我们来看一下ZTR对阵TPG的PP阶段 ZTR如果想赢TPG的话还是要针对上中野 他把那个打野 他把占星的那个千诀搬了 因为千诀那场搭挥很好 而且数据特别好看 是 搬了时光 这边的话要阻止二哥这边打什么复活流 这种保护流的话还是有点难受 ZTR后面还是故事半掉的沙皇 但是点还有立桑卓可以玩 因为他上周的话还有立桑卓 主要是什么 主要是沙皇这个点拿上来的话 不是说点 这个位置拿上来的话 太容易往后面拖了 感觉ZTR这边他的班人其实是比较版本的 不算是特别针对 除了打野这个点 我觉得第三个 我觉得可能就沙皇 应该我觉得都不是特别针对吧 千诀其实这个时候大家用的还是真的还是比较多的 不过TPG这里的话在千诀位搬了以后感觉要拿挖掘机了吧 我看他们一选了EZ但是这边好像是机子卡了 然后先是 它是显示出来的一个 显示出来一个EZ 然后最后就跳出来一个 伦子妈妈不知道我看他的谁 EZ 难道是我们俩的显示器也出问题了 应该不是 反正就是没有第一手去可能会觉得一个 再来说的话第一手 拿EZ和拿就是说是或者说是西威尔的话 还是可能性还是比较 打Y4的话 因为Y4是玩卢仙比较多的一个选手 然后他是玩卢仙 伦子妈EZ 然后卢仙和EZ的上场率是比较高 然后他拿卢仙的话 我记得他之前的话也有玩过凯仙塔 但是现在这个就会知道 但是当时表现不是很好 对 他玩过很多AGC 但是表现不是很好 就是可圈可点的 还有一个卢仙 但是好像这边TVG就不是很在意这个点 就是你这边玩卢仙那给你玩好了 搬掉卢仙吧 TVG最后一首是搬的卢仙 因为最后一首他过了一下 然后我当时没有看 他是搬掉卢仙最后一首 那现在战队还是搬卢仙搬的比较多 我以前的时候最开始的时候 就还是TVG打看车下 是先搬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就是 如果你把瑞兹放出来 那么可能在瑞兹加卢仙当中的话 你可能会整个具体的一个瑞兹 那他们这把就是跟以前 他们打成任用政霸赛的时候想法 然后拜卢仙抢EZ了 嗯 但主要现在呢 确实第一手ZTR这边拿的是西威尔 我说TVG那边他们本来想拿EZ的 第一手直接是抢了西威尔 然后在TVG那边的话 在发现对方拿了西威尔之后 我这边不断的拿一个老树 为了打断你的 就是说是一个老树 再配合西威尔一个冲联 冲联套过 暴女 没问题 暴女这个点的话主要是不太容易 不会被对方也去给争吊 对方无论选哪个打野的话 你暴女都是能够跟对方就这样 GTA这边 那应该选GTA这边的话 应该还是要选男枪来进行一个打野吧 因为其他的话可能选择可以选择挖掘机 雷克赛的话是不是 还有蜘蛛也可以选 对蜘蛛也可以 可以蜘蛛和南枪会好一点 雷克赛的话略微显得太弱 场乌鸦 乌鸦 场乌鸦的话这边中路的话会用什么 看的有没有点可以 就他们整个中单和AD还能够出吗 看有没有点可以稍微限制一下 那这边的话乌鸦到底是一个上单还是一个中单 目前还不能够确定 现在这边 如果中单看一下对方如果选的话 你如果不好打的话 可能乌鸦就能算去上单 你上单乌鸦打老鼠的话 也还算是比较好打的 毕竟是长手打实 你好像没有想过对面会抢乌鸦这个点 然后再讨论很多 对对对 因为他们好像没有去特别去想 那么现在就问题来了 你这边是选择了EV 那你这边中单必然是要拿一个暴力点的 中单要拿一个带鬼叔的 不然的话你这边的话你乌鸦装备成型 你这个阵容的话根本就打不动它 用卡尔玛 或者你就直接在什么 早期的一个手直接是把GTR这边直接给打爆了 这是Poke流 这是另外一种方式 那有对 其实这三个是Poke流 但当对方有巴德这种异性在的话 其实Poke流还是不是那么比较容易被抢开的 比较容易被 中路的话看 他打Poke流的话 这边这条要拿强开 有西威尔一个点 然后你如果拿卡查丁的话 那确实还是蛮强的 这个这种 然后还有有巴德也能够 他当中用还是 哎看到一在个玩了一把沙子 我也要来一下 对韩国虾 好不服 哦辅助卡尔玛 嗯 那限制回复的人呐 中单还是需要暴敌 还是真的还是需要暴敌一点 利桑卓 利桑卓的话是上周用的 控制器 但将来的话 如果再选择利桑卓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AP的一个伤害 而且都贴脸啊 这不是被乌鸦直接乱吸吗 我确定了 那这么一个阵容的话 真的你完完全全的得要靠前期来打 你前期一定要打出比较大的一个优势来 不然往后打的话 我觉得这个阵容 就算你拥有破口能力 也不行 不过这一跳 就不好打 不过这一跳后面打团 也不是特别强的那种队伍 嗯 他们也是 现在也是 往后面打的话 你确实有什么 有乌鸦在前面扛着 然后轮子妈在 在里面进行一个输出 这可以 这下这把感觉我已经赢了 真的真的有这么感觉 因为对方这个阵的话 你一定前期的话 不要被对方利桑卓什么的 啊 影响到被抓了太多 只要前凡 这种前期不攻的话 DTR这边还是比较 感觉还是可以有优势的 对手这边的话 你还是这几个 都是一个AP这种 只要你这边的话 把AP防装一出 那TPG这边就很头弹了 这伤害不足啊 特别是这个乌鸦 深渊振奋什么的 一出这个前排就 厚得不行 这吧 还是看进去以后 去怎么打吧 对对 对线如期如果被打 打了烈士的话 那没什么好说的 但是 打阵容也没得救 但是 但是TPG的控制是很强的 嗯 控制和AOE都很强 是 因为毕竟有着 立桑卓在 这个点就是一个 立桑卓 卡尔玛 然后 卡尔玛好好吧 卡尔玛的一个控制 卡尔玛主要有加速 卡尔玛在前面 主要他在前面几级的时候 他的伤害很高 对对 在对线期的话 能够保证 保证就是说是 偏弱势的EZ 两个人可以很恶心 两个人不停的Q 对啊 还是非常恶心的 双Q组合 是 然后上单的话是一个老树 打野是一个暴女 其实控制来说的话 只能说比较充足 对他们的 比较充足 其实还比较硬 嗯 好 双方球准备就绪 让我们就到这一场 精彩对决 现在为大家带来的 对阵双方是ZTR 对阵TBG 蓝色方ZTR 红色方TBG 那么 确实目前来说话 ZTR这边分数略微的 有点 不堪人意 有点低 TBG的话 在上一周三盘 就把ZTR会不会逆袭 对的 感觉从这种上面 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们才刚刚进行的 第一周的一个比赛 很多事情你都 真说不好 选手可能会有些需要 就是说是 刚回赛场嘛 可能之前的话 也有训练 但我觉得毕竟 在休赛期的话 应该是训练和 休闲 我觉得应该是坚固的 我觉得还是这样 天天刻骨 天天24小时 训练的话 我觉得也不可能 人都是还是需要 放松一下的 TBG这个EZ 如果发育不起来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真的难打 全是AP啊 他这个阵容不是选蛮的 就中单 这边选了一个立场周出来的话 我就觉得有问题了 这个阵容 但他选杰的话 他们这种 杰的话你上去弄谁啊 谁都不好 也不好弄啊 他可以杀卡萨丁啊 只能够打 只能够线上 你可以杀一下卡萨丁 而之前的话 你可能更多的去 打团的时候 更多的去针对一下 西威尔 对啊 他打团的时候打西威尔 可以秒的 但西威尔毕竟有个盾 说实话真的有个盾的话 树精一片 他交不交盾吗 嗯 他要捆他的话 肯定要交盾 交完盾就可以秒了 哎 这 但巴德这边的话 是没有一技能的 是没有 这两个都捆了 哎 EZ走远了 感觉 这个EZ这个位置应该是 哎 辅助 哇 尴尬 闪现过去 这就死了 不过逼了两 逼了一个闪现 因为巴德这边的话 直接是开门过去的 这确实让人是 没有能够想到 没有能够 哎 这边还可以开门走 感觉确实省了 非常多的一个时间 哎 有想法啊 其实 今天这一盘 有备而来 就第一周 不过只杀了一个辅助的话 AD其实经验不亏 是的 就上一周的这个施力的话 也是到CTR这边 感觉 还是更多的 还是更多的 也是有成长 之前的话 也是一个西败嘛 之前的也是一个 如果那场 对 如果杀的是AD的话 感觉下路就有点炸了 因为 这前面的经验 你被狂压不止 不过就算如此的话 也是挺难受的 还好对面是一个西威尔 要是对面是一个 就是说是 独仙的话 这个就真的 只有结就炸了 你根本就打不过 毕竟西败尔在线上的话 还是比较去 中路这个节奏 不过这个E很漂亮 这把瞎子确实 Gank的很 很平凡 而且他现在才两分钟 他就已经 就给了很大压力了 下路是一波大压力 然后中路也是 李桑主这边的话 打卡三滴 打卡三滴前期 肯定是无脑推陷的 你这边的话 最关键你想杀的话 也不是特别好 啥毕竟卡他已经靠着 自己本身的一个被动的 减磨伤的一个效果 所以还是更多考虑 拼命压线 不过这个时候要防芒 所以我们看到 芒孙这个时候的话 已经在中路遵守了 芒德这边中路想抓了 三人 有点太多了 对的 如果仅仅只有两人的话 那么在暴女过来 志愿的这一波情况下的话 而且芒孙还是没有 红buff 感觉还是能够2比2的话 还是可以打 看来点真确实被针对了 上周发挥太好了 然后这局针对他的人有点多 不过 不过感觉 占星的话也是比较保中单的打野 是 所以说其实 你保卡撒丁很正常 因为你这边卡撒丁的话 你在线上的话 被 立桑所压压 挺正常的 但不能被压的 实在是太多了 这边的话应该是 还是有 还是有红药身上 就直接看到卡撒丁这边出门的话 直接是选择带着一个 黑暗封印 对因为他可以 像卡撒丁就是属于那种适合带黑暗封印出门的那种中单之一 因为他 他前面的话不需要 就是太高的一个爆发 然后也是需要他药水的一个回复嘛 是 而且他有很长的发育周期 所以说这个 他现场不会打得很凶 就不需要那么多的那个什么血量 他反正就是抗压嘛 是的 坐在塔底下 不过一般来说的话 不都是一开始先出一个 腐败药水 然后回去之后再去补一个 黑暗封印 这样的是不是 更多一点 还是说因为盲增在早期的时候 刚刚我看到 挺早的也是过来帮他的 所以他其实有 对对方是 有想法 对对方是 这把感觉前面的时候 嗯 现在这个点 就可能还是中路比较容易打 打起来 是 这个盲增 你可以看到一直在中路开发 而且把中路这一圈视野 控了 控了一半 嗯 控了一半的视野 这样暴女其实 在中路没有什么游荡的意义 在上面 乌鸦满状态情况下的话 这波要抓吗 这波抓上 准备能够把乌鸦这边给骗出来 感觉乌鸦要过来了 那这一波的话说不准 暴女这边先一发标 标中 可以秒吗 呀 再加一发普攻 漂亮 这一波 在自己这边的话是 朱镜已经死了 立教卓TP过来想防一下 感觉还是看一下盲森这边 盲森这边踢中了 这样就都打不了了 是啊 这波二换一 是 还是感觉前进盲森的伤害会比较高一点 而且立桑卓这里刚才没有到达六级 他刚才到六级 如果到六的话 两边都是一个五级 刚卡查听过来的话也是一个五级过来的 这倒无所谓 主要是立桑卓到六了后就可以反杀 对 可以击火 你这样可以让暴女进行一个输出 他主要是他快到六了 所以就有点尴尬 他刚就差两个兵 主要还是说两个人暴女的这个状态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差一些 这边直接是一走 但这边的话是踢过来了 但这波五级的老树对的 直接是取消掉了 保一下 你这个根本就追不上了 卡查听这边倒六 盲村这边直接是跟着一个大招过后的卡查听 打不就走 你根本就完全是追不上 这只又是ZT2的前期优势 他们打LD的时候前期也是优势 后面没守住 后面有点多失误 而且有中路这边 上路这边的话是有拿下 就一换二 然后下路这边的话也是有优势 其实等击杀们的话 还是有点小领先的 因为毕竟之前的话是一次的一个击杀 巴德好像 巴德刚刚是因为去中路去进行扭走的 他这其实也可以 巴德这些英雄在边吃竹子边扭走的时候 还是木铃边吃木铃边扭走的时候 其实还是比较有机会的 中路这边 面对着六级之后的一个卡扎钉 即使利桑佐这里有着这个大招 也并不是很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想法 对于雷手 好 这个真的是没办法 这两个近身的 你也回我也回 对方还有小兵 还有 王森又来了 这波解释到了 这波闪现 没有捆住 但是闪现T 伤害够吗 一发普攻 回得一点血 这边往前走 漂亮 这波适当地救下了自己的小命 好极限啊这波 是 感觉还是伤害上面的话还是差了一点 主要还是乌鸦没有蓝了最关键的 乌鸦有蓝的话这波还是能够继续能够击杀的 那暴击乌鸦这个时间反了蓝 因为盲森回家了 嗯 因为他也是知清楚的知道对方蓝buff的一个杀性 毕竟第一个蓝buff就是说双方之间应该是属于一个互换的一个状态的 这波想绕后杀一下东路 盲森也马上过来 盲森再刷三郎 别急大高 这波好像可以杀 漂亮 直接秒 这个盲森就支援不了了 因为他的Q已经用过了 刚好踢过去去打三郎了 这波抓了个机会 这边暴女也是非常喜欢去一个中场 因为两个人都有一个特别稳定的控制 让他的这个标绝对不会落空 确实他这把是很稳 是等队上的队友帮忙控了以后再Q 就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暴女 在比赛当中有的人不敢拿出来用 就说老被人家走位躲Q 你这十个Q七八个都不中 所以这就肯定就不用了嘛 不过这个跟那个也没什么关系 只是这么一说而已 就这把的暴女就不用那么头疼 就稳定空一空 对啊 我这边一抓舒坦 对 上路确实压了一些补刀 毕竟乌鸦这个英雄还是不太好办的 在队线期的时候 其实最关键的是随着装备 装备的一个提升 老树这边是越来越难受 来 这边的话第一条火龙 我们看到暴女这边的话是有想法 直接是在打掉河蟹之后 是对这一条火龙发起的一个估设 阿德应该会过来放眼吧 要看到 有看到吗 看到了看到了 他肯定会过来放眼的 这波本来想撤下路 拉出来这个时候拉出来打 还是可以打的 有直接 可以打可以打 盲森还很远 是的盲森这个时候还在蓝buff的一个野军呢 这一波应该是直接拿掉了 西威尔尔这边还打算用Q技能 看看能否试图技能抢一手 但也只是安慰性的一个举动 刚才拿了第一条火龙了以后 现在稍微的就缓解了一下线上的 下午到打掉线 我对双方的话到补刀还真的差不多 这波兵线结束之后的话 西威尔尔也是差不多九成道 那还可以啊 其实 在面对对方西威尔 毕竟对方确实 因为对方是个西威尔 这把还是要看打团啊 打团才能决定很多事情 现在这些线上的人头 感觉都是可以弥补的 包括本身一些英雄的克制问题 我们看一下在之后的话 是否巴德这边 可能第一届选择装备的话 是一个军团盾吧 是一个就钢铁烈羊吧 这把肯定是要做的啊 毕竟对方这么多一个AP 然后中单这边和上单两个 时光配深渊 打野这边引魔刀 可以我觉得 魔抗全部仗一出 这个冰线的马 眼是留不住了 又来了这两个人 哇这两个人是多想抓中啊 对 结果在目前这个冰线下的话 还是挺困难的 看一下立方轴会把冰线推过来 这因为确定了 自己这边的一个视野 被排掉了 所以这边想要过来 输竟要回城了 他没有蓝了 这个冰线真的是 这肯定被压了 这甚至可以考虑直接是把 上路这个一塔给放了 我怎么觉得这些树精的这个状态 走在这个位置很尴尬的 很危险 至少不会被单杀 这可说不准 应该不会 因为 其实你要 因为主要是什么 主要你被他远距离 打了一套消耗的话 乌鸦直接出塔 然后就盯着你 你要是离开塔 他就跟过来 很有可能就挂了 还是很有可能 主要是没有 乌鸦没有后面视野 然后他不知道 打野的位置 打野本来就在上半区 他这波月塔 还是会比较伤的 老师们的话 也是受不了了 所以直接是交了一个TP 毕竟自己的补到 已经被拉得很大了 其实就是 如果是一轮克制的话 10刀在20 或者20刀所入的话 是可以接手的 这边的话 没练到 没有定罩 定到的话 感觉可以杀 因为有点燃嘛 是的 他这边指导是回不起来的 主要还是可能跟EV 这个状态比较弹 也是有关系啊 刚刚要是EV状态好的话 卡尔玛这边 可以裹弹无脑的 直接就往上冲了 哇 这边的话是带着 哇 AZ啊 哎呦 AD被定了 打野过来 这卡丁也 四个人 是的 这个没办法走了 哎 这个辅助 要看一下这人途让给谁 开让给他卡扎钉 这波爆炸路是没有视野呀 中路也很难拆塔 因为这两个人 拆塔速度比较慢 对 关键点 刚刚也是第3路这边的话 一看情况 不对的话 也是随后 起消掉了 他这波TP过去的话 AD已经死了 没有意义 那AD这个双招交的是有点亏啊 他这波必死 反正还想反抗 他想换一个 他想拖拖一会儿 看一下队友能不能过来支援一下 毕竟在自己家里一个塔下 但是卡扎钉 卡扎钉给支援过来的话 这真的是让人就绝望了 对 好 那这段话也终于成功的为卡扎钉 拿到了 第一个篮 第一个篮吧 现在中路的防御塔还是没有推下来 不过水线并不是很高 下路倒是放兵线 解放了辅助 其实一部分也是 就是卡尔玛现在可以游了 是 因为之前巴德一直是在游走的一个状态 然后卡尔玛是在线上保EZ发育 所以说 确实是让其他线路的一个压力太大了 现在他可以游了以后 看会不会 就是打回来一点 但在对方巴德 其实确实是在早期的时候 是更加比卡尔玛好游走 毕竟巴德不仅能够吃木铃 能有经验值的一个增加 还有移动速度的这个加强 这点 这些都是让他早期能够游走的一个挺关键的因素 我们看到这边的话 是巴德将视野做的相对而已 还是比较深的 能够尽量好地去保证 它是要推上它 西边的一个推线 这波还是被看到了 想一手这个他 舒金去下了 换EZ来上路 这波ZTR又是双人线 又在上路碰到了 是的 老师这边的话 他虽然确实跟乌鸦打的时候会被压 但是起码不至于还是无限被单杀这种的 所以他还能够接受 而且舒金这边 这边这边乌鸦的话推线还算是比较 替推的还算比较多的 小龙快刷了 就看一下这条小龙会 又再次要刷一条火龙 如果这条又是火龙的话 可能真的 真的躲起来的话 真的要激烈 咱俩没这么 那个吧 就连续两把都是这样 连续五条龙 什么就是 对啊 上路双人线 呃 双人线都在上路 我感觉这波 应该有一方会放龙 看 看一下 暴凝这边能否找到机会去多标准 还不过这个时候 其实标准的话 就伤害也不算高啊 暴凝这个装备一般 正常发育的 正常发育的这个装备 而且往后续的话 这身 这毕竟现在只做了一个 打野的 打野的卢敦打野的 这 这发育的是 哦啊 说什么来什么哈 是 暴击都有 有信仰 交了交产线 一个R 但是老乌鸦这边太可怕了 他只是救一下 但这个小龙 他是没法了 那这样的话 两边一人一条 这波小龙的话 看一下 这应该是放了吧 这 要放了 哦 暴击还想来 还有一个想法 但卡莎 原来是炎 卡莎丁没有 没有过来支援一手吗 想要捆住 那抢不到了 大海你别说 还真有机会 如果这边有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视野的话 在小龙里面 那他最多就是用命换龙了 嗯 我觉得可以接受啊 但如果没想到啊 没想到就亏死了 就 以小博大对吧 亏了也就亏了 想到中路这边的话 立桑之后打卡莎丁 他也还真的是比较偷疼 已经打不动 快打不动他的 两边呢 就是说是 视野被压制的太凶了 就是时光加神渊 这把这把打 TPG就比较好 就很好打了 这把视野做的真的好 嗯 感觉整个把对面打野的一个动向看得一清二楚的 确实在主要点的话是 尽量去关注一下对方的一个暴凝 毕竟暴凝前期的话实在是 冰火性太高了 而且打不动 毕竟一个是大魔抗斗篷 因为是小魔抗 这个还是有点吃云 这群人想抓 想抓AD 但是冰线又太差了 那么现在还有问题在于双方的一个推打数上面还是比较弱的 两边到下位置仅仅是 离底下这边优先是推掉了对方的下路一塔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是 开始要围绕着推打的一个节奏上面来做 所以这边推打一个节奏更好一些 哦好危险啊 不过利桑卓是有大的 这应该是逼一下利桑卓大招吧 我感觉他可以 如果利桑卓真的想卖一手的话 如果卡萨丁上头 我感觉可以反杀 我觉得应该不会上头的 这个位置肯定是不会去选择去杀这个利桑卓 哦差点吃Q吃Q我看这个EZ又走远了 你看好他毕竟自己有意 盲存这么样没闪现情况下的话 会选踢靠摸眼 应该还是可以让利桑卓反应过来的 上路这个塔 血线本来就不高 嗯 不是很好守 放了基本上 这个守不了了 现在退守二塔可能会更好一点 或者说是 对方的 呃或者或者说是 想办法开个团 嗯 EZ这把是选择 对 先磨冬然后再 我们可以注意到利桑卓这边TP是好的 但是老树这边 而利桑卓和老树TP都是好的 有没有机会能够强行开一波 老树基本上是踢不了的 老树这个兵线他踢了他就亏大了 嗯 他这个兵线亏了他这个 他这还好吧 就是一波兵 后面还有 直接连续进塔 这波是 嗯 如果第二波兵的话 应该是可以卡在塔 靠前的一个位置 主要他先TP搞事的话 乌鸦完全可以在两秒之内推完一波线 直接上 直接再过去 是 就炸了 那舒晶这个就 真的很难打了 所以说这波是不能TPG主动找事的 可能对于TPG来说的话 你 就能秒是秒掉对方 他秒完之后 没有后遇伤害之后的话 不要被反打 确实伤害是真心的差了不少 哎想抓乌鸦 但是立桑筹这个位置不好啊 所以一个异一道塔下 我们可以注意到 还是抓了 乌鸦这边 一发比较标准 伤害也不够啊 伤害暂时不够 这两个人根本抓不到的 是的 我觉得他都可以反打了 要反打了 王森也过来了 看一下王森踢中 谁提中的对方那个暴女 想要一脚踹 但没那时候 不过立桑筹过来 立桑筹 直接反手 给自己一个大招 这个大招给他 这边秒 好立桑筹 大德定三个 这边还可以 哇 这把辅助收了 这波 是 哇 巴勒这把Q定得很漂亮 后去乌鸦这边的话 能不能收一下 闪现上去开启大招 收到对方的一个立桑筹 打不有捆 没有能捆到 被对方闪现给躲掉 一换二 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波 巴勒的这一发 大招 定住了对方三个人 还是定得很亮的 然后再加上Q定的定两个 可以说拖延很长时间 不然这一波TPG 真的可以可以打 毕竟都已经先手 对 第一波互换人头是 有有 辅助 辅助换 那个就相当于是辅助和那个打野吗 对的 盲森被秒 然后另外一点的话 立桑筹这个位刚刚的一个大招 其实放的还真心 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个位置 好 过来 尽量的现在 VTR是否能够利用 推线的这个节奏 多了 再多摸掉 一两座塔 这样塔的经历上面的话 还是有 比较多一个领线 乌佳还是太难办的呀 现在他们如果有一个鬼术 可能都会好打一点 现在他们 没有人去 能够有 就是 多的 倒是有个点燃 这门第一是就算你给了个点燃 你要打死这个乌佳花的精力 也有 太多了 卡丁的话 回去之后是拿 以后进步团战之后的话 是拿到了 五个人头在手 五个人的卡丁 会就深渊 时光罩 小的看探者 对 不是小的 就看探者 后臂 而且现在卡丁 伤害特别高 他们还是精神的话 就更难打了 确实 主要精神 到团战当中的话 可以让你拖了 更久 而且可以骗一骗像是老树的 这个捆啊 等等 还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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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的 二哥真的是 海瑞 没脚踢到 他肯定是不敢上的 这时候就算你是要 去打一个灰尘踢 有可能被递上 直接给定在塔下 这边过来 摩掩走 先冰线上下路的冰线都不好 中路也马上催到塔里面来了 现在整体角度就是在GTR 这边给带走啊 目前还能到游戏22分钟 上面经济的话 也是GTR这边的话 就是领先了3800块钱 小龙这边的话 再次刷新 再次没有刷新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条小龙 莫非又是火龙吗 我先决定要开一下光 啊水龙 再来一条火龙 真的就太夸张了 就神了 就神了 今天这个比赛服真的是 哎呦抓乌鸦 一言不合就抓乌鸦 这边四个人 四个人一的也来了 一的也过来 这波死了 这波你再不死我都不信 没闪现 有闪现还真火了 对有闪现的感到 有闪现真火了 巴德巴德直接大招就救了 这边差一点直接给定住 直接交出一个闪现 巴德这一盘玩的也 这波乌鸦不在 看你有没有机会开 但是没有绕后也没有现眼 不然的话 感觉树鸦这个兵线也可以考虑去绕后抓一波的 因为五打四嘛 是 看一下双方小龙上面的话 双方一人一条火龙 然后ZTR这边的话 多的刚刚所拿的一条小龙 一条水龙 大龙buff这边的话也是刷新挺久的 这一排的话似乎是没有人去拿到 这个峡谷先锋 这个峡谷先锋 拿水龙好烦啊 乌鸦这个跟树金两个单带就更 就更方便了 就更方便了 关键问题还是说是你就是打不动这个乌鸦 EZ来打的话你还是打不动 再打不动对方乌鸦这个前排情况下的话 那西维尔的输出环境真的就太好了 EZ会不会考虑出死刑宣告啊 早一些 啊他出了出了 刚收完就回家 是 出了一个这样的话就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对他们阵容没有鬼输啊 这个还是 光靠一个点燃还是有点限制性的 而且点燃是有时效限制的 就是他有时间的 他点燃一消失了以后 就很麻烦了 目前说起地下的话 还暂时并没有把他们的高机动性给 全部用出来啊 毕竟在 啊 盲森 以及又说是 西维尔两个人 其实 再加上 就中单的卡塔丁 这个都是图形蛮强的 ZTR现在他还没有 ZTR还没有特别稳 主要是他们现在的话 一直跟对面经济拉不开 虽然一直确实都是优势 但确实经济上面的话 是 没没多少变化 对你其实看上单补刀也没有压到很多 嗯 而且还被追回来了 应该是刚趁机去支援的时候 导致这边还是补了挺多的一个刀的 他在线上其实就只差20刀 然后对线的时候 两个人的互带的时候 就是你一波我一波 然后舒静就直接把补刀给追上来了 在兵线压力下的话 TP这边也是 只能够选择去上下路 进行一个分代啊 1Z去上路的话 会不会被卡塔丁单吃啊 只能在靠近塔的位置 还好在塔下 也就EZ一个人啊 毕竟自己本身靠的是一个 物理的一个伤害 那接下来这个EZ就比较惨啦 EZ身上有一个死刑宣告 以后ZTR这边就是要先秒EZ 嗯 秒了EZ就好打了 就看你来不来 就看你来不来 就看 哎 还是比较聪明的 不过还是挨了一套很疼 2下Q 再加红BUFF的效果 对 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说是TPG这边 在 其实再 找不到好的机会 能够打的话 就慢了 真的就慢能打了 阵容开始已经 渐渐的 这个伤害上面 不够充足了 其实往后面拖TPG有机会 因为竖金这个点 越往后面的话 其实他的回复和乌鸦的回复 都是很高的回复 而且他会更硬一点 好 这边老师继续进行一个 等等 这边的话要来反一下 对手的一个野怪 反掉 嗯 乌鸦这个英雄 是一个中期很强的英雄 但是他大后期不是很强 嗯 主要是因为他大后面的话 就全量回复也是跟不上来 而且ADC 而ADC的这个伤害 跟得快快了 C位的伤害 好 这个EF二连成功 逃生 嗯 看这个中塔 又没办法了 有能捆住吗 李桑卓这边的话 直接是交出了一个闪现 躲掉了卡塔丁 呃卡塔对方 乌鸦的一个捆 李桑卓闪现是在 刚才F4那边交的 啊 EF二连嘛 刚才得说 我没注意 还会是交的闪现呢 嗯 现在确实还是 我感觉这个防御塔的话 ZTR如果再往后面拖 因为盲森这个英雄 其实不是一个很后期的英雄 然后再加上 乌鸦到后面的话 对面的伤害比较高 高起来了以后 乌鸦这个点就 会好 就会比之前容易杀死了 再加上 那卡萨丁 卡萨丁还好 卡萨丁往后面的话 伤害会比较高 盲森的话你要往后打的话 其实你还是得去 可以去出一点输出桩的 输出桩到后期的话 其实倒还好 没出 到后面纯肉桩 就确实是 没什么 没人理你 除了防你一个大招踢人之外 根本就没人理你 盲森其实刚才那波团 就之前下路那波团的时候 他踢进去也是直接被秒 所以他现在其实是很脆的 是 所以 这四个人占了一排 这四个人占了一排 啊 夹今天在F4 夹秒但是这一手这边 啊 果断的撤退了 小龙又要刷了 这波还是视野没有占到优势啊 小龙附近的话 TPG这边是没有视野的 可以看到 然后你看ZT2这边已经是 有机会能打一波 就先消耗一下 在那边是逛一圈 不确实你现在 根据TPG这个状态来说的话 这个 就敢不敢打的话 感觉小龙的话也不是特别敢打 这波卡萨丁有精神啊 其实很强势 而且卡萨丁有TP 他可以先去下 上路压线 第二条的一个水龙 水龙其实对ZT2的阵容 特别有利 是 我下路压了 毕竟对方之前也说过 是带着一定破口的力 就是阵容 所以这回复很重要 对 而且本来有巴德 又是乌鸦这种的 嗯 这个乌鸦现在 我这乌鸦等级 是比输星低了一点啊 现在的小龙是 ZT2是两条水龙 一条火龙 然后TPG现在是 只有第一条的一个火龙 在手上 然后亏了三座防御塔 三座的一个一塔 你现在问题就在于 对手的所有的防御塔 目前来说都是在的 一直都是 TPG一直都是在 进行一个被动的 一个防守 他这边是还是想要 进行防守反击 等到ZTR这边推陷 推的实在是不耐烦 或者大家都进行一个六神装 到底还是可以这个想法 毕竟当一个队伍 久退不下的话 有的时候 着急确实会出现 不少的一个失误 现在主要是没有 外面的第一塔了以后 TPG很难把视野做 就是做到 比如说像什么小龙啊 这种在野外的增拙上面 只要做到河道 河道那边过去 自己家里面可以注意到 是被CTR这边是 放满了一个视野 而且P 芒森这个是一笔米 这一波尔闪 有点 这刚刚我看到 他是在云地闪现吗 这个是一个 他是想尔闪 然后失误了 对 就没闪现好 对 芒森少了一个闪现 对于 比起来还是一个好消息 自己玩掉的 暴女一脸懵逼 为什么我在空中飞了一圈 我下路边线很差 这波突出去以后 现在是在争夺大龙附近的一个视野 但是ZTR在大龙附近还是下了些血本的 这两个睁眼是把关键性位置的一个视野给控到了 是的 要开吗 他们想用大龙buff来把二塔拔了 他们现在好像有点推不进去了 主要是 但你这个时候打了一个大龙buff的话 是不是太危险 是因为上边打击下对方的老树 但你也没有机会 老树高他一级 他想把树精怎么样还是有点难的 这个树精现在这个等级有点夸张 是的 这哪头都默默补的一个东西 他一直在吃线 一直吃线这个人 你看中路嘛 中上是有一个互补的 中路就落后对面中单一级嘛 因为他是比 就是多给了一两波线 应该是给了树精的 嗯 现在对于CTR说我推也推不过去 我打大龙buff我也buff掉 上次我又想起来了 rvg那场比赛 哇打了 打了那么长时间 这把不会也来吧 是指的上周三的最后一天 打了那个八十九分钟的那场比赛是吧 嗯 你看那场比赛就是我的 所以说你是有毒的 因为后面几场比赛都很快 好那别先扯了一下 爪是现在不会打起来 然后 现在真的虽然是我们看的人 哎 哎 暴女这个位置 不暴女有闪现啊 这波应该不是抓暴女 这波是要抓 还要绕后这边来抓 哦这边要开团 那抓到了辅助 啊又是一波 辅助交闪 交了及时 这波浪色没闪 不然就被开了 啊 书精这边捆谁 没人跟啊 正面被乌鸦给牵 知道了但是 能秒乌鸦吗 直接把乌鸦买到乌鸦 找出一个闪现 这边暴女标准 但可以看到太多的一笔 伤害打不出 打不出伤害来 这边定住啊 这边上来把暴女给删了 这一波的话感觉CTR 是可以进行一个收的 黎桑珠也是没有技能 能够再次逃出来 一拉了一个大招 老这边临死前想换一个 但很可惜 还是换不掉 那战亚花直接是打了一波 零换三 EZ这边的话有着一个兵权 这边但有兵权你也追不了啊 暴女被秒了 这个有点关键 因为暴女这个伤害 现在在这个团圈里面还是 她负责一个斩杀 因为你看到有很多残血 如果暴女活着的话 是有机会可以 换掉关键位置的话 这还是不是特别亏的 暴女死的不是关键 对方的关键是 你一大多 一大波火力 集中到对方乌鸦身上 你还没打死 对 也是浪费了很多技能 这边的话应该是拿下了 EZ 没有问题啊 先不管在EZ 这条大龙肯定是拿下来的 在就叫 就剩对方一个EZ 而且还是没有大招的 好 那么CTR是拿下了 他们的第一条大龙 回程 补一波 也是可以终于可以是 解决目前久推不下的 这个局面的 也是利用 利用刚刚 利用就是说是对手 视野上面的一个差距 强行开了 暴女的一波一个小 算是开了他一个小团 一下子把这个 经济差距就拉开了 嗯 瞬间经济差距拉到了7000 这边拉个大招 那看一下对方的一个抱 抱团过来 还是这边再想要拿一条小龙 再去进去 但是拿 拿小的话实在太太慢了 干脆推掉或者说实在是推不进去 再回头 过来拿这条小龙 比较好一些 现在ZT2的中下的数据都是很好看 西维尔404 卡塔丁514 是 双C位的话确实发育的非常不错 而且你可以看到刚西维尔一个Q伤害非常高 辅助瞬间就惨了 嗯 而且辅助等级太低了 辅助只有11级 对面的辅助都有13级 等级低到问题 不算太大 毕竟作为一个辅助嘛 他可以给个群体加速什么的 等级低卡萨丁18级踩他脸 直接一套就秒了 这倒是 这比较表翠一些 不过来这边出道的一个钢铁量 这下卡萨丁这边的话 是做出了 或是 对吧 黑暗封印 超过 超过三级的伤害 基本上等于真伤 因为 你这些抗性 对于等级差来说 这么大的等级差来说 就跟没有是一样的 现在你就相当于是 卡尔玛脱光了 站在卡萨丁面前 然后直接就可以踩死的 我觉得辅得 好奇怪啊 我觉得 好的 那么 这边是第三条的一个水龙 运气也是 比较眷顾这一家这个阵 那就是拿了什么 拿了一条火龙 三条的水龙 三条的水龙 这个真的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组合 因为对于ZT2这个阵容来说的话 他们现在还差一个什么 他们现在再来一个 如果是刚才前面有风龙的话 其实感觉ZT2就完美了 因为他们是移速加回复 是的 因为他们是移速加回复 这种游很厉害 不 他三条的话 达到一个 主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其实我觉得也可以啊 嗯 毕竟水龙的性价比也算是比较高的 是回生命 回就是说是血量 回血量 回蓝量啊 都都可以 主要 现在这三条累积起来了 反正 想杀人是 有点难受呢 虽然TPG这边 好 接下来当Buff 强推一波 暴女 和队友过来守一下 但是也守不住啊 太难守了 这边直接不用摸掉了 本来塔的一个 血量也没多少了 然后再换到上路吗 你看卡特林一阵一套下来 嗯 EZ是16级 他高达2级 一套是半血 是 希望这边要小心一点啊 不知道被对方的自行 一个强开了 这个如果不在那边打的话 就 就没了呀 嗯 这一 那而且上路这边的话 高地塔也是被带掉的 不在那边打这波 就 就直接 这大家五个人 是不是要拼一波呢 不管怎么样 就再输了也要 也要有呼气的输一波 所以你现在的话 你不跟对手打的话 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如果这一波能够打赢 这部团队的话 之后还是能够有机会 因为被推掉太多的 一个 一路的话 会导致兵线上面 你根本 就 防守不过来 兵线给最后给带子的 而且这家这边呢 又没有说是兵线能力 特别强的 除了 西维尔之外 那其他人在面对 超级兵过来的话 就想要 扛住两路 兵线 对 还是挺难的 我刚刚看乌鸦 那个水量的回复速度 真是太恐怖了 卡丁这边的话 一直在各种勾引对方啊 他想捆卡撒丁 那边有开到 卡撒丁有R 这边最后一个防御塔了 必须要在那边开 闪现 W加大招 没秒掉 哇 八爪被打了 救了一下 这西维尔意识开大跑了吗 没有捆住 但这个杀了 感觉很够 看一下能不能换一个 不能没有换到 一个都没有杀掉 这波开了 其实 已经很亮了 但是 是的 你看西维尔这个生命回复速度 也是帮他 就争取了很多的时间 直接TP过来要一波 要一波 这个是可以 这是可以一波的 因为五个人都活着 对 只要对方的一个乌鸦和一个辅助 而不是 对方的一个EZ和一个辅助 塔尔玛 没什么作用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最后的一下嘛 把这个GD给推了 来不及 没用了这两个人 你都还打不动 刷一刷伤害 是 刷一刷 刷一刷伤害 好的 我们也是可以恭喜一下 ZTR成功